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国对西半球国家的政治干预 更放话将重新评估美国与下国之间的关系 为了严防断交骨牌效应 让中国势力入侵美国后院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 特别对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提名大使 恶提面密 贾德纳更在接受路透访问时透露 将在几天内提案阻止我国胜于友邦 倒向中国 贾德纳力推的2018台北法将授权美国国务院 透过降低外交关系或变更对外援助 包括军事精元来阻止其他国家 做出不利我国的决定 中国处心积虑强挖我邦交国 如今美国罕见出手防堵 一场台海外交之争 将再度挑起中美角力战 小新闻问不到